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的这个做法到底花多少时间 那我们可以把它算一下 第一个step 我们看看刚刚这个step共有三个 什么叫第一个step 第一步就来算算看每一个raw到底有多少个元素 每一个raw的元素就是年来在color上面的元素 那这个从头到尾数一遍 只是从头到尾数一遍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情况 从头到尾数一遍 也就是你这边全部六个 数过一次就结束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step 只要数过我们全部飞里面的元素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所有飞里面的元素就是我们第一步所要花时间 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就是我们的pavit sub pavit sub 那pavit sub就是看你这边这个array有多大 这个array的大小就是你的column 原来的column现在变得很弱 原来column有几个 现在变得很弱 原来column有个数 原来column有个数 那这个oray的大小就是我们原来column有个数 那我们这个发力原来column有六个column 所以这个oray的大小就是六个 所以第二step的话就是 我们column的数量是orsum 这是我们第二个step column的数量 再下来第三个step 这个是展示我们第三个step的做法 那基本上来我们就是什么 把我们的这个资料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看 然后当你拿到这个资料之后 你就查我们这个table 你会知道说我要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的这个data movement 从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把它搬过来变这个 变这个 就是一个只要搬到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这个 那搬完毕之后呢 这个顺序当然是按照我们这个raw的编号 按照这个顺序搬过来 好所以这个数量是多少 就是这些非能的数量 所以第三个step 我们所要花的时间 也就是我们的term 非能的数量 我们的时间复杂度就是把这些 所有的东西把它相加 term加color再加上term 那你这个term的话有两次吧 那基本上 我再算时间复杂度 这个常数这个20都算了 所以就是term加color term加color 那如果你一定要讲说 那这个最多最多at most 最多这个term是多少 那最多term就是raw乘以color 也就是我们整个矩正的大小 raw乘以color 那当你谈这个raw乘以color的时候呢 这个color就变成一个而已 这个raw乘以color 再加color 但是color只有一个乘以color 所以你的时间步道 都会变成raw乘以color 那这个跟我们前面的 前面的这个方法比起来 现在就是这个 跟我们前面的这个方法比起来 跟我们前面的这个方法比起来 就是这一段 所以你的这个实验复杂度 就从我们刚刚前面这一个 有多一个乘以color 再乘以color 多这边一个 现在降低到 只剩下raw乘以color 后面这个就不见了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没有重物一直在 在scan我们的资料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有关于spot matrix 怎么进行简单的这个spot的运算 那再下来 如果你要做矩正乘法 那这个问题就更困难了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矩正乘法 这个我们到底要怎么做矩正乘法 那我们现在假设 这个有两个矩正 一个是a 一个是b 那a的size是m乘以n m的size是n乘以p 记得啊 ro乘以color 就是ro乘以color 那基本上我们a跟b要相乘的话 这个n跟这个n要一样 这两块一样 才能够做乘法计算 那乘完毕之后 你的内容剩下多少呢 就变成m乘以p 这个n两个是一样的m乘以p 不那么大 那我们真的要做计算的话 我们的这个数学式就是这样 dia代表我们的 算法比之后的第一个元素 那这个就是a i k 乘以1k 那你这个k的值从0到n 因为这个 这个是n 这是n 所以k的从0到n-1 好 那如果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决定乘法的话 那基本上 各位不要忘记啊 就是 是一个ro乘以这个colon 一个ro乘以colon 这个乘完毕之后呢 就是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 那 这个每个东西 现在都可以 那我们找一个有值的 比如说 第三个ro乘以第二colon 那我们看第三个ro乘以第二colon 这个ro要乘以这个colon 这个colon 那我们一对一对一 就是这个0 这个0乘以0 这个是0 然后这个5 123乘以3 得到15 然后呢 这个7 7乘以这个3 7乘以4 得到28 第三个ro乘以第二colon 3232 这个就是第三个ro的位置 第三个ro乘以第二colon 三二的位置 那它的几个就是这个 5乘以这个3 7乘以这个4 加点就是43 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这个到底有几个 12345 有6个 你这边有6个 你这个重的这边就好6 所以我们就说 你这个是5乘以6 5乘以6 有6colon 那你这边应该是6乘以3 要有6个ro 这个才能做乘法计算 好 那这个 乘出来结果就是 5乘以3 那么大 这个是5乘以3 那么大 也就是这个是答案 那我们把它写成 这个 更通 更一般化的数学式 就是 DI DI 会等于 这个AIK 这个K 这个K 跟这个K 要一样 IEK 乘以B 这个AIK 乘以B K乘以K 要一样 那才能做乘法计算 那乘法计算 乘法计算 乘法计算 把它加起来 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这个 这个 我们如果要写口吻 用这个 用这个数学工资来写口吻 那其实很容易的 这个基本上 觉得 这个零师姐 你的工资就不合 然后I跟J都要入口吻 所以这个基本上 如果你写一个matrix的程度 要计算 用这个工资来写 那其实非常容易 如果你是Boss matrix 那就变成不容易了 就是 你要看看哪里有等于0的 有不等于0的 不等于0的部分 才能落过这个乘法计算 那就变成不容易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个就是 虽然我们 既然是这个东西 那你现在要做对应 你现在要做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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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RAW 跟这个Colent 还有这个 这边你要做对应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刚刚的 位置 我们对应过来 刚刚这个5 就在 第三个RAW 第四个Colent 第三个RAW 第四个Colent 对不起 所以 在这个第二 就是二三的位置 在二三的位置 所以 这个是二三的位置 这个是二三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Colent 这个3 这个3 是在四一的位置 在四一的位置 对不对 一二零 三一的位置 在三一的位置 所以 所以 这两个要做乘法计算 还有一个呢 7 在什么样 在二四的位置 二四的位置 是这个 还有一个呢 对应的这个4 四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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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在这个 这些资料里面 去找 你对应的资料做乘法 然后把它加在一起 那这边 你要对应的位置 就是 你这个Colent 这个编号 是三 这Colent 编号 是三 二三二三 这Colent 编号 是三 那 你这个Colent 编号 这个Raw 编号 是三 那你这两个 才能够乘法计算 所以这个二三 这个 你这个才能够乘法计算 然后呢 这个Colent 编号 是四的 你这个 这个 这个也才能够做计算 那这个做出来 计算的答案 是我们二一要的答案 二一 这个是二 这个是二 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这个是一 那这时候 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 在试试上 那这个概念当然有了 你真的要写个文 你就要好好设计 说这个博人要怎么写 那我们在这边就 不谈这个博人要写 就是 你要有这个概念 哪个字要跟哪个字要做 对应的 那未来才能够策号计算 最后把它加起来 那你对应到这个二 这个是二 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要需要的答案 好再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字串在C或者C加加里面的表示法 那这个 我们刚前面有看到这个宣告 譬如说这个C这个array 是VCD VCD 然后后面有一个 斜线0 那这个代表 代表字号的结束很好 假设你直接宣告D 是一个VEE 那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后面它 它也会再加一个斜线0 这个东西 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 它会佔用四个by 那我们这个 E这个 也是从D0 0 1 2 3 那你的内容就是V1 D 最后再加上一个 这个 这个Carray 那这个Carray 这个C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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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说 这个叫No MoreCarray Nur 这个是Nur Nur Nur C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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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 是英文字母 VCD VED 英文字母 这个还睡觉 敲烂架 手要在头下面就比较 你就不会觉得头很重 用脖子撑住你的头 你就不会觉得它很重 但是你用手撑住你的脖子 你的口的话 你就会觉得头越来越重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表面上的VED 然后还有一个这么一个符号 那现在我们来看 那电脑内容是什么 现在我们的C C++ 我们现在W 我们采用的都是ASCII 所以 这个真正在内部表现的时候 是你要去查这个ASCII table 要去查这个ASCII table 就是A 它对应的符号是D 第65号 按照数据大写V 对应的符号 对应的符号 就是66号 所以这个ABCD ABCD ABCD 这个是65 这个是66 67 68 69 对应下去 所以 所以 这个实际上在电脑里面 这个V怎么存 它就存66号 这个E 对应过来 1就是69号 就存进去了 这个B 是68 最后这个符号 NU2CAD 它基本就是等于0 是ASCII 0号 ASCII 0号 所以这个不是R5 都是R5数字的0 是ASCII 0号 就是编号里面的0 对我们学Compute人来讲 这个ASCII table 你也是要把它稍微记一下 这个记下来才能够写你的专业 有两个值你要记下 两个要求不多 这个ASCII table有100多个 128 两个而已 一个是 0的ASCII 一个是A的ASCII A的ASCII就刚写了 65 0的ASCII 48 那有些人会说 这个很难记啊 这个48到底什么东西 65什么东西很难记 对不对 事实上 你把这个65啊 把它换成16进位 尤其我们未来学这个Assembly 各位在学的吗 组合语耶 Assembly 那其实Assembly里面 很多公司用16进位的 65呢 16进位是多少 16进位 来问一下同名 16进位 65的16进位 A羽线 有没有A羽线 A羽线 65的16进位 16进位 他16进位的指是多少 是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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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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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5 多则玉 四方对应者 四则玉 三零 四则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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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零 四则玉 三零 零就对应到零 有没有 零就对应到零 对应到我们的这个数字 阿拉伯数这个零 然后一神零零三一就对应到一 三二就对应到零 所以它是有逻辑概念的 不是说看起来六四不是四八 好像没什么样的规则 事实上你把它变成十六计算的时候 规则就存在了 三零零就是零 三十一就是一 三十二就是二 三十一就是一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所以阿斯基阿 我们应该要记下两个 一个是零的阿斯基 一个是零的阿斯基 所以要把它记下来 再下来就是 对于这个字串的处理 到底有哪些东西要把它处理 我们这边只是概论 这边没办法讲那么多 但是各位可以稍微想象一下 第一个 我们需要处理的是什么 comparison 这个 比较两个字串的大小 或者是一个相等 那相等的话就是字要一模一模 一模一样相等 大小就是像我们查英文字典 英文字典 比較小的要放前面,大要放後面 就是比較大小 再來 Stream Conquer Dimension 就是連接,把兩個字串接在一起 前面一段,後面一段把它接起來,就要連接 然後我們可能需要Copy Copy就簡單了,就是Copy過來 Insert,插入一個字 Stream H 看看你這一串裡面 這一串裡面 我要看看你這一串的這個字串裡面 有沒有存在某一段層次 譬如說有沒有存在VCD 那如果有,就說有,或者是說在什麼地方 那沒有,就說No 這個叫Stream Engine 那Primer就是把這出來 那這些,這個 在C語言裡面 在C語言裡面 那基本上就有相對應的 都有相對應的方形可以呼叫 譬如說Stream Cat Cat的是這個 Cat的是這個 把他接在一起 把他接在一起 Stream把它接在一起 Compare CMG Copy 把一個字串Copy到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呢,還有Stream的Lens LEN LEN就是Stream的Lens Stream的長度 S S 就是這個自傳的長度 然後甚至於 還有Stream的Token 你當然自己寫Token也可以 但是呢,示範這個C裡面就可以呼叫它 那什麼叫Stream的Token呢 Token就是一個單元一個單元 如果我們從C語言的角度來看的話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邊有一個C的Token 好久不見到這裡有一個C的Token 我們在寫Token的時候 這一個單位就是一個Token 一個單位就是一個Token 這個有很多單位 那Token跟Token之間呢 基本上會用一些特殊的呼號 或者Cone把它分開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Token IND是一個Token C是一個Token 等號是一個Token 裡面也是一個Token 就是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 分開來的東西 叫做一個Token 那這個呢 在C的這個Live裡面 它就幫你做好了 你只要給它界線圖號 界線圖號就是 像我們這邊的話 可能括號是個界線圖號 分號也是界線圖號 空白也是界線圖號 這裡面有很多界線圖號 那你給它之後呢 它就幫你分開來 那這個 這個Token的話 其實在有些製造處理裡面 也相當有用 好 那這個在C 這個普通C裡面 你都要引入的這個 水煤H 然後如果你在C下下裡面 你都要引入的C去 好 那最後我們這裡 有一個 StreamMation的範例 看一下 這個 這一串 這一串 這個 比較長的這一串 那 比較長的這一串 咧 這個我們在 StreamMation裡面 它有一個專業名稱叫做 Text TextString 比較長的這一串 這叫TextStream 比較短的這一串 叫Pattern 叫PatternStream 叫PatternStream Pattern 那就是這個 GCD 那我們就要問說 你在這裡面 在比較長的這一串 Text裡面的話 到底有沒有存在這個Pattern GCD 如果有的話 你就告訴我 在這個位置 那沒有當然就沒有 那這個問題叫StreamMation 齁 那 這個 我們再講的更明確一點 這種StreamMation 我們稱它叫做 Exact StreamMation Exact是完全 剛剛好 所以Exact是 Exact就是正確 剛剛好正確 所以我們的這個 GCD 這幾個字 要一模一樣 不可以少一個字 不可以多一個字 要一模一樣 GCD 這邊一模一樣 那這個叫做 完全Pattern Exact 那 這個一般 我們寫這種 StreamMation 的這種 Proway 最簡單的 笨方法 可能各位大一學過了 或者你現在是可以想像的 最簡單的笨方法是怎麼做咧 你就把這個GCD 先把它放到第一個位置 好 這個GCD就放在這裡 好 這個GCD就放在這裡 還有這邊很難寫的位置 D C 先把它放到 把它對齊定一個位置 然後看這三個跟這三個也不一樣 不一樣了 那我們就把GCD 移動一下 秀著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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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到下一位置 這個GCD 這個GCD 然後C T T 哦 比它A正好一樣 那我們就說這裡有一個Catron 跟它一樣 然後再過來我們再秀著一個 然後慢慢秀著到這裡 又到第二格 好 這個是這個StreamMating 最混的演算法 最混的 那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StreamMating 這個自傳的處理 為什麼變得很重要 這邊講一個是 譬如說 你在 我們現在譬如說 我們常常要ADIT 不管是這個 不管是你要選項目也好 或者你打Word Word的檔案也好 或者Excel都一樣 你就要看看說 某一個人 這個檔案裡面 有沒有某一個人 名字叫慈念偉 三個字 對不對 那你會打進去 因為這個 場面大部分你不曉得 他出現什麼地方 這三個字要打進去 打進去之後呢 馬上跳出來 這個叫社群 我們在編輯裡面叫社群 打進去三段 所以這個就是 你需要去搜尋聽話的 或者其他你所感興趣的 那幾個字 那這種有 在我們的這個 文字編輯器裡面 我們需要這個功能 這是一定要的 你的編輯系統 你一定要有這個 搜尋的功能 這是一定要的 那現在 我們在網路上搜尋資料 當然這個網路上搜尋資料 更複雜 譬如說 我跟Google要搜尋你那個字 那你這個三個字 可能這個 有 在搜尋的時候 在Google搜尋的時候 他就不是eject 他不是eject 那eject 他可能把他擺在比較前的地方 那後來 有差一兩個字 他擺在比較後面的地方 所以他就不是完全eject 那 如果你這個 在資料庫要搜尋 GINBANK就是 基因資料庫 GINBANK 全世界一個很大的資料庫 叫基因資料庫 GINBANK GINBANK 基因是什麼寫呢 基因就是 GIN GIN就是基因 GIN 翻譯一樣 GINBANK 聽過沒有 GINBANK GINBANK GIN 所以GIN怎麼來 GIN 有沒有 GINBANK 那從這邊來 GINBANK 好 那你搜尋這條路 你也需要 搜尋到某一種基因 你也是需要 這個 這個 GINBANK 所以這個GINBANK 大概是我們這邊跟你講一個結果 就是有一個KMP的領算法 它的時間複雜度只需要Order M加N 那什麼叫M? 什麼叫NM? M就是剛剛說的 那個比較短的那個叫M 有沒有? 比較短的那個Pattern叫M 比較長的那個Pattern叫N 如果你剛才用這個方法 你剛才用這個方法慢慢比對 這個要比的時間是M的時間 你這個長度是M 比了M的時間 秀的一個在比M的時間 再秀的一個在比M的時間 所以我們剛才用這種 分方法所需要的時間是Order M乘以N 就是這種最直覺的方法 你所需要的時間是Order M乘以N 就這個時間 但是呢現在全世界 這種快速的Strimmage的方法 非常的多 那這個呢 基本上就是Order M乘以N 那KMP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方法 那這個KMP呢就是三個人的名義 K,Nurse,M,Forest,Play 三個人的名字 隔在一起 KMP也算好 只要學演算法的人 你跟他講KMP也算好 大陸死到 你們知道嗎? 今天之後你必須要知道 今天之前你不知道的 今天之後你必須要知道 有一個KMP演算法 雖然你不知道他內容 但是你要記得這個名稱 KMP也算好 這個我們的這個CP考試啊 當然不會考的 這個不會考的那麼難 在城市設計比賽裡面 今天場的這個 訓練前場 今天場你要 你要這個什麼 你要實做的一種啊 你至少要KMP還好 KMP還好 KMP還好是最好的一種啊 你都要比這個還好 才有可能 在時間的限制裡面 完成這個工作 好 那雖然各位 我們在這邊 沒有要介紹KMP演算法 雖然沒有要介紹 但是各位一定要記得說 這個 這個streamation 有好跟壞 好的演算法在什麼地方 在下面這個文明 有寶物吧 有 這個有寶物吧 真的有 那這個也是趁這個機會 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各位看到他的標題就是Eject Trination 也就是我們剛所講的 Eject Trination 然後的演算法 這演算法呢 你看幾十個 不是兩個 而是幾十個 然後其中有一個演算法叫Blue Force 就是 什麼叫Blue Force Blue Force 簡單翻譯什麼叫暴力法 Force 就是力 Blue Force 就是殘暴的方法 就是暴力法 Blue Force 演算法 我們剛剛講說修的一個 比喊按再修的一個 比喊按再修的一個 比喊按 那個方法 就是Blue Force 演算法 暴力法 也就是笨方法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KMP 卡的KMP 就這個 K,Klomo,Morris,Uprate 這個方法 好 那這個咧 這個他會跟你講齁 這個KMP 這個有算法 他會跟你講 你的時間複雜度齁 時間複雜度是order M加N 這個時間複雜度 然後咧 這個是他演算法的描述 那當然這個 有些難度齁 不是說 這個那麼容易有些難度齁 那我們課本有齁 我們課本就有這個方法 我們在這邊不談這個方法 KMP演算法 所以說描述 然後這個圖給你聽 最重要最重要 這個 如果我們這樣要抄 也要知道去哪裡抄 你要抄 你要抄 這最重要的東西 你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啊 對不對 你現在這個老師 這個 這個 一個通過給你 說你要寫Program 你自己不會寫定頭半 你要知道是天天會寫 你去找他 對不對 這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啊 你找他 他幫你寫出來 叫出來 讓你工作完成 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Streamation 剛剛演算法沒有 我們沒有講 這個基本上會在比較深的 演算法課程那邊 我們沒有講 但是你要知道 哪裡有真的一個好的演算法 在哪裡 重要是 這個好的演算法 它有空位 所以 所以 你 假設需要用這個 Streamation的這個 這個Program的話 你直接把這個Copy 進去就可以了 這是可以弄的 而且這經過測試 可以弄的 專家寫 這是KMP的 應該這個 前面這一段應該是 它的前處理啊 還有KMP的 NameProgram 在後面 還有它的這個 範例 還有它的這個 Searching Face 展示一下說 你這個 它有分成兩個階段 那第二階段 叫Searching Face 它也展示說 這個Searching Face 它是怎麼做的 好所以 這個 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其實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網頁 那就是在我們講義 講義的這個 剛剛的 現在我們這一關的最後一頁 那個 你要把它 畫五顆星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網頁 你要知道有這麼一個網頁 那這個 這個Streamation 現在還有我們再繼續研究 所以 這個KMP啊 就是 非常有名的演算法 那是在這個提出的年代已經很久 所以呢 後來還有 這個進行研究 所以還有一大堆 這邊還有一大堆 更快的演算法 但是時間複雜路是差不多的 但實作上面來講的話 比KMP還要更快 所以下面還有 還有一大堆演算法 那順利還有KMP的改良演算法 KMP SKIP 社群RWay 還有其他很多方法 那 剛剛重點就是 你這個真的是要把它知道說 有這些方法 現在我們可以把它使用 好 那我們的這個 這個 第2個項目 我們都介紹完畢了 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三個項目 Stack Stack 和Q 好那我們在這個 介紹的 介紹的Stack 和Q之前 我們先來抬一個東西 叫Temperate 那這個Temperate 這個我們要 翻譯成中文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翻譯成 樣板 或者模板 欸 樣板誰啊 忘記了 那我們就翻譯成 模板 這個我們常常會 會有這樣 例如說 我們要交這個 研究報告 那研究報告的話 同學就會說 那我要交研究報告的Temperate 怎麼樣 Temperate 研究報告的樣式 怎麼樣 就第一章要寫什麼 第二章要寫什麼 第二章要寫什麼 這叫Temperate 甚至於包含說 我這個將來打在 Word裡面 那我打在Word裡面 那個標題的 那個字啊 是24號字 然後裡面的內容 裡面是14號字 然後還要用這種 Times New Roman 標開題 對不對 畫圖的時候 要怎麼格式 怎麼說明 那個整個就叫Temperate 就是樣板 但是它內容是沒有的 就是樣板 就是這樣可以靠上去 好 那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在寫Prover的時候 我們常常有很多類似的東西 它的基本的資料結構 可能不完全一樣 但是它整個大家都是一樣的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Temperate的方式 來表示它 好 那這邊這個是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 基本上是在做 選擇排序法 那這個是做選擇排序法 那我們先不要選擇排序法 它到底是怎麼做 這個選擇排序法 這一段再做選擇排序法 那做選擇排序法之後 將來 將來我們要對給它的資料 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 Project Point 浮點數的資料 也可能是INT的資料 那這個浮點數跟INT的資料 我們要跪進去 我們可能會有個想法 那我們跪進去的時候 我們要呼叫 我們要呼叫東西 我們要傳這個可謂進去 那我們到底要傳什麼東西進去 你傳的可能是INT 那你要對應到INT 你傳的是 是Froject Point 那你要對應到Froject Point 那可是呢 那個演算法 在誰去做的那個演算法 基本上就是一樣的 只是因為你要傳進去的 這個資料的型態不一樣 它演算法基本上要一樣 所以我們就說 那我們就寫一個東西 叫做Tamper 那這個Tamper 將來我可以接收 我可以接收INT的資料 我也可以接收Froject Point的資料 好 那我們這個Tamper要怎麼寫 Tamper 這個字 Tamper 然後class呢 T 這個T 這個T 這個T就是我們的一個 Tamper的一個名稱 樣牌的一個名稱 這個T跟那個T一樣 當然不太聊到T T所以不一定 是你這一定有的 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 這個也是在這個CDI家裡面 在我們這個class裡面 我們有一個名稱 是沒有定好的 叫做T 其實將來我們要使用的時候 將來要使用的時候 它只要把這個名稱 正式的把它定義下來 那你在寫的時候呢 這個名稱是沒有定義好的 那 接下來這一段 就是我們的scation 搜的東西 那 這裡面 這個 資料傳進來 T 然後這個 信號A 它就是一個A的array 這是指標 這是指標 T這種資料形態的指標 T就是我們剛剛講 它已經定義清楚 T就是我們剛剛講 T就是我們這個其他的指標 它是一個5位 那 這個array的大小有多少 用這個n來描述它 所以呢 我們這個array的大小就是 A0到an幾乎 有n個資料 它有a0到an幾乎 那這行 這行是說 我們下面的這個 sort 是幫你把資料排好順序 變成Dum Decreation Order Dum Decreation 這個是減少的 這是減少 這個是非 不是的 非 這是減少 好 所以我們怎麼 翻譯這個東西 不減少 那就增加 所以這就是 遞增的 好 Dum Decreation Order 是遞增的意思 那 這個 這個遞增 也就是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的這個 A0 這個A0 這個遞增 就是A0 慢慢增加 所以會小於 小於A1 小於等於A2 這個是遞增的 慢慢增加 越來越大 這是遞增的 那這個字 我們在這邊 再說一下 那Dum Decreation Order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寫 我們另外一個字叫 Increation Increation 就是增加 也叫做遞增 它也是遞增 它也是遞增 那Increation 跟Dum Decreation 有什麼不一樣 在數學上面 也有分別 Increation 也是增加 增加的時候 這個就有點像 我們講什麼 小於跟小於等於的問題 這個是 不減少 這是增加 所以不減少的話 它可能會相等 不減少 可能會相等 那增加呢 增加就不會相等 所以這個 弄出來的 我們的情況 就是A0 小於AE 小於A 我們在翻譯成中文的時候 翻譯成中文的時候 那這是遞增 那這怎麼翻譯 這也是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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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翻譯呢 前面就加兩個字 叫嚴格遞增 原則 原則的意思就是 它不會相等 當然如果不是談數學的話 有些時候 這兩個字就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看 就是increation 也有可能會相等 但是那一個數學的定義 這兩個字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這個不會相等 這個也有可能相等 好 就是把這個東西 把它sort變成 增加了 那下面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的 increation sort 那我們將來布教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 將來布教 increation sort 這是froaching point的形態 我們只要froaching point的形態 放進去的時候 它對立到這個tr p就變成froach 對進去的 p就變成froach 所以它就能夠做froaching point的 sorting 那下一次我們再布教 譬如說這個int int array int對應過去的 這個int 變成p 就是int 所以這個temperator 它就能夠做froaching point的 運算 也可以做int的運算 好 那我們先到這邊 我們就先下班 記得好 我們下禮拜我們的第二張小號 謝謝